這個的話是在我們都知道我們生物體裡頭有非常多的基因 基因之間會互相有調控關係 它會形成一個調控網路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我設計一個基因調控網路的模型 那它可以去model我們生物體內的這個基因調控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先簡單介紹一下 基本上我們有興趣的是這個細胞的分化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像在我們人體裡頭有非常多像這種那種stem cell 也就是幹細胞 幹細胞它會分化成其他種不同的細胞 比如說像畫面上有看到像肌肉細胞、血球或是神經細胞等等的 那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對這個細胞的分化 然後跟分化的過程當中 它的這個基因調控我們都不是這麼的清楚 很多時候我們都只能單一個基因或者是單兩個基因去看這個基因的調控的關係 去看基因跟基因之間的關係 那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去透過做生物實驗的方式 然後去看說在什麼樣的細胞處於什麼樣的時期 然後它的這個調控會不會有變化 然後所以說我們會 所以現在的那個定序的技術的發達 所以我們有辦法去知道說 在目前這個狀態 那這一群細胞它的這個調控關係是什麼 這樣子 好 那所以這邊的話就會去引到一個 比較早以前的一個比喻 OK 這個是一個隱喻 這個叫Wettington Epigenic Landscape 那這個是指什麼呢 這個是大概在196X年 我有點忘記了 那那個時候有一個外科醫生叫Wettington 那Wettington那個時候它打了一個比方 就是說細胞的分化它其實就是它有點用物理或數學模型來稍微描述這樣子的系統 也就是一顆這個細胞它就像在這個斜坡上面的這個球球 那這一開始的話它是幹細胞的形態去出現的去呈現 那這個幹細胞它會逐漸的譬如說分化 然後它就像這個球球它就會往下掉 往下掉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要面臨抉擇 它應該要分化成A細胞還是要分化成B細胞 那所以說我們就會很有興趣知道說 好那所以說它到底決定分化成A細胞還是決定分化成B細胞 這樣子的決定到底是怎麼來的 到底是怎麼產生出來的 那所以說那個時候它就大概畫了像這樣子的一個手繪的圖 然後去描述說 OK這個幹細胞它當它掉到這個裡頭去的時候 那它會分化成它會怎麼分化會怎麼走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稱之為是Weddington Epigenic Landscape這樣子 那在這底下去驅動這顆細胞或者說這顆球球往下掉 它的驅動的力量是來自於我們知道說底下有一堆的基因 這個基因它們會互相的譬如說去製造出蛋白質 這些蛋白質它會去調控下一個基因這樣子 然後它們會互相協作會互相運作跟調控這樣子 好那所以說這下面的這個基因調控網路 它會去support這上面的這個細胞分化的過程 所以說這個細胞分化的過程它就會去透過這個 在比較微觀的分子層次的這個基因調控網路去決定說 它到底要分化成什麼樣的細胞這樣子 OK 那所以說在這之間 基因調控網路它就扮演了就是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 在我們的人體的基因體裡頭 我們都知道這個基因它有時候就是開開關關 我們把它可以想像成是開關一樣 這個基因當它被打開的時候 它就會轉路出這個Messenger RNA 然後Messenger RNA再進一步去轉譯成蛋白質 這個蛋白質它會去黏到這個其他基因的一些調控的位點 然後促進下一個這個基因被打開或者是被關閉這樣子 那所以說我們有非常多這樣子的基因 就是人體裡頭有上萬個這樣子的基因 然後它形成了一個調控網路 然後去支撐就是在這個下面的這個細胞的所有變化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就是這個細胞所有的這個形態的轉換 或者是它的功能 那它被被啟動或者是inactivate這樣子的狀態 它其實都是會跟這個底下的這個基因調控網路其實是非常相關的 那其實一直以來大家都把這些主題各自去實現這樣子 因為其實有些人他是做基因調控網路相關 他就非常focus在這個基因調控網路 然後有些人他是做這個發育相關的 他就非常focus在這個細胞分化的過程 那有些人他會想要知道說這個細胞的它分化的路徑是怎樣的 所以就會有所謂的togetic inference 也就是說去透過machining的方式 然後去提供一些實驗的資料 然後去知道說這個細胞它是如何的從這個幹細胞的階段 然後分化成其他的細胞 那所以說像上面這張圖 上面這張圖的話它就是去收集斑馬魚配胎 它發育的各個時期的細胞 當它收集下來之後 它再把這些資料全部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這個幹細胞 當它到什麼樣的時期 然後它會分化成什麼樣不同的組織 然後跟細胞等等的之類的 那所以其實很多的work 很多的這些研究工作 它都是分開來的 它就是去找這個 細胞它分化的路徑 分化的方向 它都是各自自己的一個machining problem 然後大家可能各自都把這些問題都解了 可是它並沒有一個統整的整合性的一個overview出來 它沒有辦法告訴我說 就是這個細胞它分化到哪個階段 這個階段的時候它的精英調控網路是長什麼樣子的 或者說為什麼它在這個階段 它會選擇是這個分化方向這樣子 好 所以在這個細胞分化的這個 trajectory 就是它分化路徑上面來說 其實有非常多的machining的方法去投入在這個問題上面 比如說包含最基本的 比如說像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或者是ICA Diffusion Map 或是TISNI 或是UMAP這種的 然後甚至到Deep Learning的方法 其實都有去解決這樣子的生物問題 OK 但是它其實是缺乏一些關聯性的 我們在我們聚觀就是細胞的分化路徑 我們把它看成一個聚觀的這個觀點的話 然後比較微觀 比較微觀的就是底下的這些分子機制 底下這些分子機制之間 精英是如何調控別人的 這些其實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只知道在單一個點 OK 比如說在某個時刻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會往哪裡走或者說什麼 但是我們並沒有一個overview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在我博士班的work裡頭 就是要去整合這兩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除了可以去看到整個overall的picture 在整個細胞的分化的軌跡上面 甚至我們可以在這個軌跡的 比如說某一段的軌跡 或者是某一個時間點 那我們去拉出它的精英調控網路出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知道說 它在每一個時間點 或者說甚至是不同的階段上面來說 它會有怎樣的精英調控 所以它到底做了什麼樣的決定 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work裡頭 就是試圖去把這兩件事情 觀點上 OK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介紹在這個work裡頭的方法 所以在先前的study裡頭 有一篇論文它提到所謂的RNA velocity 所以RNA velocity它的點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一般來說我們在這個RNA被製造出來的時候 它會透過一個剪切的階段 我們叫Splicing 那Splicing它會變成Splice的Messenger RNA OK 就是這邊的Splice的mRNA 好 所以說 一般來說我們會去在定序裡頭去量到的 都是所謂的Mature的 就是成熟的 通常就是所謂的剪切過的 Splicing的Messenger RNA 那在這個18年 2018年那個時候 大家就有發現說 其實我可以去 在定序裡頭 定序的資料裡頭 再去挖掘出有一些人呢 他是所謂的 On-Splice的Messenger RNA 那我們有了這個 On-Splice的Messenger RNA的這個表現量 然後還有這個 Splice的Messenger RNA的表現量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一個 非常簡單的一個ODE model 這個非常簡單的ODE model就是 我的基因 他會透過轉錄的方式 OK 這邊就是transcription 那transcription就是透過轉錄的方式 會有一個特定的transcription rate 然後去產生出 On-Splice的Messenger RNA 那On-Splice的Messenger RNA 也會透過一定的階段 就是所謂的Splicing 那Splicing呢 他就會把Messenger RNA的量 然後把它消耗掉之後 就會變成Splice的Messenger RNA 那Splice的Messenger RNA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自然的Degradation掉 所以也會有一個 Degradation rate 是Gamma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導出一個 非常簡單的這個ODE的模型 這個ODE的模型就是有一個 當我的基因被 調控被打開 打開的時候呢 那我這個 transcription rate alpha它就開始執行 OK 然後開始產生出 On-Splice的Messenger RNA 然後On-Splice的Messenger RNA 再經過Splice的過程 然後它就會變成Splice的Messenger RNA 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在他們的這個研究裡頭 你就把它畫成一個Face Diagram這樣子 OK 好 那所以 從這個work裡頭 我們去再進一步去做發想 因為其實基因調控這件事情 它發生是發生在哪裡 它發生是發生在這個Splice的Messenger RNA 然後以及下一個 它要Target的這個Target gene Target gene的這個Transcription rate 基本上我們 我就可以把它看成是 如果說當這個Splice的Messenger RNA 當它被啟動了 當它被製造出來 製造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出下游的 我們叫做Transcription Factor 這樣子的蛋白質 這樣子的蛋白質 它會去黏到下一個這個 它的Target gene的這個 調控的位點上面去 那黏到下面的調控的位點上面去 它就會把下游的這個基因做上調的動作 或是下調的動作 也就是你會有Positive的Regulation 或者是Negative的Regulation 然後甚至然後去影響到它的Transcription Rate Alpha 這樣子 所以說這邊的話 我們原本是想說 這邊如果結合這個RNA Velocity的模型 那我們試試可以再把這個 這個Gine Regulation Network的部分 我們只要把這個部分把它補上去 它就會變成一個更完整的一個模型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只有專門對這個Gine Regulation Network的部分 去做Model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再進到資料的層面裡頭去 所以在進到資料的層面裡頭去 我們就拿了一些 在學術上它有確定是有調控關係的 這些Transcription Factor 就是這些TF 然後跟它的Target gene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Pair 所以這個Pair 我們就去看它Spice的MessengerRNA 跟OnSpice的MessengerRNA的關係 那從前面一張圖 從前面一張圖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我們拿得到的資料 就是Target gene的OnSpice的MessengerRNA 以及TF它的Spice的MessengerRNA 這兩個資料 所以這個資料如果說它們之間是有關係的話 那這個Target gene的FS Target gene的S跟 不是 TF的S跟Target gene的OnSpice U 這兩個它其實是會呈現某種關係的 其實我們後來把資料畫出來的時候 它確實呈現某種關係 但是在整個Data cell裡頭 它其實混了太多種不同的Cell type 所以說你會看到譬如說像藍色的Pattern 它會是長像這個樣子的 綠色Pattern會是長像這樣子的 紅色Pattern會長像這樣子的 各自不同的Pattern它各自代表不同的細胞 所以表示說它會有不同的調控關係 有不同的Dynamic在裡頭 那我們想知道的就是 在這個TF跟它的Target gene之間是否有調控關係 所以像這樣子的圖畫出來 它其實代表的是在整個調控網路當中的 某個兩個點 然後它們之間是否有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想到 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用GaussianMessureModel 去把這樣子的調控關係把它做一個分解 OK,所以做一個分解我們就可以拿到 黃藍色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綠色的,綠色的調控關係是什麼 紅色的,紅色的調控關係是什麼 好,所以這個時候就提出了一個模型 叫做Contact Dependent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那所謂Contact Dependent Gene Regulatory Network是什麼 也就是細胞它其實在不同的時期 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形態 它可能會有不同的調控關係 所以它會是所謂的 我就把它就是通通丟到一個詞裡頭 叫做Contact 也就是它會跟細胞所處的那個情境相關 OK,所以細胞處在不同的情境 它的下面的調控網路不一樣 好,那所以這邊就是稱之為是 Contact Dependent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所以在概念上來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譬如說細胞當它是藍色這種情形 那這個時候在調控網路裡頭 藍色的這些基因之間它會有互相調控的關係 在綠色這種情境裡頭 綠色這些基因會有互相調控關係 譬如說這件事情其實在生物上解釋非常的Strap forward 就是譬如說你身上的基因組其實是同一套 你的基因體其實是同一套 你的基因密碼是一樣的 但是為什麼同樣的這個基因組 它一樣存在在你的肌肉細胞裡頭 一樣存在在你的神經細胞裡頭 為什麼肌肉細胞它的方形是肌肉細胞的那個樣子 那神經細胞的方形為什麼是神經細胞的那個樣子 所以一定是在我用了同樣的一份程式碼 但是它實際在拋起來的時候行為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想知道 我們想知道說就是它在不同情境的時候 它底下真正拋起來的程式碼是長怎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 叫做contact-dependent-generated-tender-wall這樣子 好 所以說我們在概念上去透過高圈-metric model 去把這些東西去做一個拆解 把這個綠色的component、紅色的component、藍色的component都拆開 拆開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好我在某一個TF跟targetGene的pair裡頭 它可能會有藍色這種pattern 可能會有綠色這種pattern 然後在另外一組pair裡頭 它可能是紅色的 然後可能是missing missing就是它可能沒有關係 就是我在某種狀態下 調控關係消失了這樣子 然後 但是又有另外一種pattern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把它整理下來 整理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對這些資料進行clustering clustering之後我就可以知道 OK哪一些細胞它其實是 處在一個比較類似的情境下面 OK 處在一個比較類似的情境下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定為所謂的contact這樣子 OK 好 所以基本上剛剛那個就是整體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會做的事情是 就是把這些資料拿來 然後透過 Gaussian measure model 去拆出它不同的component 那不同的component的話 就可以給它定一個這個調控關係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網行coding 或者是用對 用任何方法把它分開這樣子做in code in code之後呢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邊的話我就可以知道說 OK 我在某一個 某一顆細胞裡頭它是紅色的這個 然後某一顆細胞它是綠色 OK 那接著呢 然後我就把所有的這個調控的調控關係的pair 然後把它的這個調控關係全部列出來 全部列出來之後 我這邊用的是hierarchy or crossing 那hierarchy or crossing的話 比如說我就可以切在這邊 切在這邊的話 那藍色這兩個就變成是同一個context 紅色是一個context 然後綠色是一個context 所以我把這一整組 這一整組的那個算是調控的pair拿出來 它就可以組成一個調控網路 好 那組成一個調控網路的話 所以我就可以說 在綠色這個context下的話 它的調控網路長這樣 在紅色的context下 它的調控網路長這樣 然後藍色的話是這樣 OK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我們去identify context的過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的結果會是什麼 那在這邊的話 我所demo的這個dataset 是endocrine的pancreas dataset 這個dataset的話 它主要就是 就是在前面的paper當中 它有demo過 可以去call出這個onspice的messengerRNA 以及spice的messengerRNA 那它描述的是 在胰臟裡頭從胰島 胰島的細胞 它從比較早期的datocell 然後一直分化到ngn3low的epcell 然後一直到preendocrine 到最後分化成四種不同的胰島細胞 這四種不同的胰島細胞 包含這個alphacell、betacell 然後epsilon以及deltacell 那比較為人所熟知的是這個betacell betacell它是負責分泌胰島素的細胞 那alphacell它是負責分泌生糖素的細胞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跟這個身體的激素分泌 是相關的這樣子 好 所以這整個datacell的話 它裡頭包含了這裡頭所有的這個細胞的資訊 那如果說我們在不知道這個細胞的label的情況下 那我們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我們裡頭去分析出來的一些參數 所以包含從一開始 我們用gautium matrix model去找到1萬多個regulation pair 然後在裡頭有拆出負數兩個以上component的 大概有8000多個 然後有這麼多個component全部加起來 那我們去參考的database是這個 OK 那去找到真正有調控關係的大概就是822個這個pair這樣子 OK 好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我們對 我們去identify這些這個調控的關係 然後對這個調控的關係去cluster這些細胞這樣子 好 好 那所以這邊是crossing的這個過程 OK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把這個調控的關係 用harmic distance去計算這個distance 然後呢 用wall的linkage去做hierarchical crossing 所以這邊的話是它的distance matrix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說當它去做hierarchical crossing crossing完之後這邊不同的顏色代表的是不同的細胞性 所以你會發現說同樣的細胞型態它會傾向去聚在一起 那當然也會有不適的部分 這一大塊的話可能就是砸很多不同的細胞型態在裡頭 那譬如說這一大塊它就是都是紫色的這樣子 OK 那這邊的話我已經有把它寫成這個gelya的package 所以在這邊的話是可以直接call這個API 所以API生成上面這張圖相對應的call我都把它寫在下面這樣子 OK 好 然後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利用這個package 然後去做出來的 前面的話這張是用別的套件去做出來的參考圖 所以說這邊的話它也是細胞分化的一張圖 所以這邊的話是從比較早期的細胞 然後它會沿著這個箭頭的方向然後開始做分化 然後開始做分化然後分化成不同的這個細胞這樣子 好 請 是 是 這個的話是用前面的那個RNA velocity的模型去推論出來的這個方向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RNA velocity那篇的論文裡頭是說RNA velocity所提供的方向它可以被當成是細胞分化參考的方向這樣子 那當然也有例外啦 因為例外就是 就是目前目前有發現RNA velocity它做出來的方向剛好跟這個目前生物學家做的方向剛好點倒 剛好反向完全反向 對 然後所以一定是某些地方出了問題 有些可以用但是有些是反向 好 現在這個問題還在解 好 那所以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做出來的透過這個模型它做出來 但是我們沒有提供方向啦 所以沒有提供方向的話 所以沒有提供方向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去看得出它細胞分化的軌跡 所以分化的軌跡一樣是從比較初始的Dotal cell 然後一直到粉紅色的這個NGN3 Low 然後到這個藍綠色 OK 然後一直到這個棕色 然後最後到四種不同的這個胰島的細胞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我把它寫成這邊的API 所以這邊的API可以參考這樣 好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跟這個時間 align起來 所以這邊的時間是利用RNA velocity的那個模型做出來 OK 對 它會收斂到那些位置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equilibrium的 沒有錯 對 因為目前 目前的話 如果用就是動態模型的理論去套 的確是那樣解釋 對 那個我們等一下後面可以再聊聊這樣子 好 然後可能會有人會問說就是 這邊為什麼會需要 因為其實 我這邊回到前面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前面講說就是 有扣出這個onspice的messengerRNA 然後跟這個spice的messengerRNA這樣子 那其實傳統上我們去推 GinRegular 10 Network 都是沒有onspice的messengerRNA的資訊的 所以其實有些人會question是說 那如果說我有用onspice的messengerRNA的資訊 跟沒有用onspice的messengerRNA的資訊 他們到底推出來的network到底長怎樣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提供給大家一個證據跟參考這樣子 在這邊 所以說 如果說是用onspice的部分跟spice的部分 那這兩個pair是確定有調控關係的 那這個是onspice加spice的 它的這個調控關係會比較明顯 如果你兩個都是用spice的 然後它是在Y軸 Y軸是同一個基因 那你會發現說它的這個關係性它是比較差的 對 甚至說你可能會覺得它或許不一定有關係這樣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做一些統計檢定去驗證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用onspice的messengerRNA 它的這個correlation是比spice的還要好的這樣子 OK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問題就會是 我們是有把不同的context拆開 那一般就是前人在做這個Gene Regulatory Network 其實沒有去拆這個context 然後都是整份資料全部丟下去跑 所以你會對整個dataset得到一個大的精英調控網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就去試試看說 有分context跟沒有分context 那它的狀況會是什麼 那如果說你把所有的資料全部pull在一起的話 你會看起來像這個樣子 OK 那這樣子的話你就沒有辦法拉出 就是它到底是有關係呢還是沒有關係呢 因為有些細胞它是沒有關係的在這裡 躺在這裡 那有關係的它可能會在寫字線上 那有另外一種關係的話可能會在這裡 OK 那所以這個的話就會是一個證據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有提供統計檢定的這個圖這樣子 OK 那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把它拆成五個不同的context 所以不同的context的話透過Hirago Crossing 這邊有綠色的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從綠色的是3號 然後到橘色的2號到紫色的 這邊中間有一個咖啡色的 然後一直到這個藍色的部分 OK 所以這邊是分化的軌跡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去看它的調控網路 所以說我們去看譬如說3號context3它的調控網路 就會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在相關的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看3號這個調控網路 它所對應的細胞的function會是什麼 所以在這邊的話細胞它做什麼事情 細胞它做的事情叫做DNA複製 然後跟RUN這個cell cycle OK 所以都是跟這個DNA相關的 或者是這個chromosome organization 就是染色體的重組這樣子 OK 大概會他們大概在做這些事情 另外如果說到context2 就是有一些細胞就往前到context2 然後往前到context2的話 你會發現說它的調控 調控網路就是調控的部分明顯減少很多 所以其實在這邊的話它做的事情就不太多 它有可能會是跟DNA binding 或者是這個neuralsystem的 這邊的話應該是一些noise 它應該對 就是這邊應該不是這樣 頂多應該跟DNA binding比較相關這樣 然後到context4 context4的話就是這一區的細胞 所以這一區的細胞 你會發現說它的這個精英調控網路又再活絡了起來 所以說這一區的細胞他們會做什麼事情 他們會做這個chromosome condensation 就是他們會做染色體的濃縮 然後去準備進到這個細胞分裂的這個程度 OK 所以這邊會在cell cycle mitotic的階段這樣子 好 然後到5 5的話你就會很明顯看到這個跟4是不一樣的 OK 這邊我前面忘記講紅色的話是正向的調控 藍色的話是負向的調控 所以這邊的調控關係就是透過前面計算的 這個correlation的正負來去做表示這樣子 OK 然後所以說在這個context5裡頭 它做的事情大概就是 負向調控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我A對B有負向的調控 所以說當我A的量增加的時候 會去抑制B的量 所以B的量會下來 正向調控的話就是說 當我A增加的時候 B會一起增加 所以我會讓這個B有增幅的意思這樣子 OK 那所以說在context5裡頭 它做的事情大概就是cell projection的morphogenesis 就是細胞它開始在形變 它開始在漸漸變成是那個 胰島的細胞該有的那個樣子 OK 然後跟做一些DNA的合成跟複製這樣子 好 然後進到最後一個context1 context1的話就是最後要分化成四種細胞 alpha beta epsilon跟delta這樣子 那所以說已經進到快到尾聲了 所以說在這邊它的調控就沒有那麼的旺盛這樣子 OK 所以在這邊的話你會發現說 它才會跟這個所謂的 endocrine system development相關 就是跟這個內分泌系統的發育也相關 然後跟reaction response to fatty acids 就是胰島細胞的話 它都是會對這個身體的代謝啊 糖類代謝啊 脂質代謝啊 它會有一些反應這樣子 OK 那這邊的話我們也進一步去分析了這個調控網路 我們把網路拿過來 就是推論出來的網路拿出來 我們去算它的內部entropy 那我們發現說當這個細胞 它分化到越後期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調控網路 它就會逐漸的變得比較簡單 沒有那麼的複雜 當這個調控網路 調控發生的時候 在比較早期它就會是這個比較複雜的網路 所以說像大家可以看到在右手邊的圖 右手邊的圖就是去看它的這個entropy的部分 左手邊的圖我分別畫的是 Node的Node的數量以及Edge的數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entropy的部分的話 這邊的話是有經過這個細胞分化的順序排序 所以在比較接近S軸是比較早期的 然後比較遠端的這個是比較晚期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降低的這個趨勢 這邊的話也是有一個往下降的趨勢 雖然說它有一點曲折這樣子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知道就是 調控網路的network entropy的話 它似乎是跟我們這個細胞分化以及發育的這個方向 其實是趨勢是一致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到我們這個work的尾聲 所以這個work的話它就是去證明說 用onsplice跟splice的這個transcript label 它可以去推出這個基因的調控網路 然後同時用這個cdgrn這個模型的話 它可以在就是特定的這個contact下面 然後去捕捉這個regulation的動態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網路它可以去連結 所謂聚觀的這個細胞分化的這個過程 然後也可以呈現比較微觀的這個分子精英調控 等級的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提供的這個微觀的這個 這個view我們去做這個視覺化 這個這個聚觀的這個map 我們去做視覺化是用單純的PCA 線性的PCA去做 其實這個線性的PCA 它呈現出來就已經可以跟比較複雜 非線性的TISNY或是UMAP這樣子的視覺化的方式 來去競爭這樣子 所以它也是相當有競爭力這樣子 然後所以最後的話就是這個network entropy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work就是指出說就是這個network entropy 它會隨著這個細胞的分化過程然後降低這樣子 OK 那今天的talk就到這邊結束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要聊其他的東西 OK 因為這邊是生物的 這個是生物的work 然後這邊的implementation全部都是用julia 對 這邊implementation全部都是用julia implementation包含我只有資料 資料本身是就是sauce data 然後從資料的前處理 一直到資料的這邊的建模 然後machine learning 然後存檔這邊全部都是用julia 全部打包成julia package這樣子 對 Hiraculate Crossing Hiraculate Crossing 是由julia crossing.jul那一包提供的 嗯 好 然後剛剛講到就是 如果是 如果是weddington 如果是weddington landscape 其實早些年他們在做都是用那個 動態系統的方式的理論下去做的啦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他們就把 他們就把這個整個landscape 看成一個非線性的這個動態系統 然後往chaos theory那邊去走 所以他們就會說 比如說這些point 就是細胞會分化的那些point 都是一些attractor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細胞它這個church它就會被吸過去 對 所以它大概那一整套都是就直接搬過去用這樣子 那其實後來發現說 那個樣子 那個樣子的方法其實還蠻局限的 還蠻局限是說就是 因為其實有不少的文章提出來 就是過往他們在做這些dreamregretant network 都只能做部分的 就是它只有辦法看 比如說某五個基因或者是十個基因 十幾個基因這樣子小型的dreamregretant network 但是人體我們目前已知的有三萬個基因甚至更多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model整個人體的基因體 OK 甚至小數的沒有辦法 目前最多做到east就是橡母菌 OK 橡母菌的基因基因體 基因的數量還算可以 所以勉強有做出來這樣子 但是沒有辦法scale up到哺乳類的身上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像這種high dimensional的 如果是比如說三萬幾萬 那就是用傳統的那種動態系統的理論去做 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在整個landscape上它有好幾個attractor 那至於說這顆球球它會掉到哪個attractor去 我們不知道 然後每個attractor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我們在real world 細胞它會分化 我們相信它的分化路徑是 細胞知道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是因為就是 因為其實細胞它在特定的環境下 它其實是有特定的基數或其他的因子去刺激它 所以它才會分化成某個東西 它才會決定了某一條路 所以它一定是往某個attractor去 不會每個attractor都是有機會的 對 你要不要用買 我會不會 就是3HR不是有一套是說 是把那個 就是 data inform的那種 就是反正你跟neur network接起來 然後跟你的equation 就是說那equation的一部分是neur network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把DAIS塞進那個equation 然後下去eval這樣子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 這個已經不是問題的一部分 這是整個問題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需要從根本上整個問題去 去把它搬到我們shundering 或者是divening的方式去解 就不是ODE了 等於說ODE那個方法是已經有點過時了這樣子 ODE那個方法是50年前的方法 OK 那所以其實現在大概也是這五年左右 其實也是有很多人 在試圖做這個模型 就是Werdington landscape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完整的 就是計算生物的模型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是我們就是 我們lab就是system biology的lab 已經不走divential equation 已經不走divential equation 但是還有一些人是非常堅持divential equation的那條路 對 然後包含 包含noise 因為noise進去 就ODE那邊就會 就很困難去infer這樣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我下一個work 下一個project的話就是 就是這東西 就是Werdington landscape 然後 所以我現在用的是 就是Huffield network的model 對 用Huffield network的model去 試圖去learning Werdington landscape這樣子 所以它除了要可以reproduce 就是細胞分化的軌跡 誒 反正是不是 細胞分化的軌跡 然後另外一個是 它調控的過程 這樣子 好 那跟我們私底下談談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跟我們私底下談談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當然這個東西做出來的話 其實有很多應用 就是Weddington Landscape 這個東西做出來的話 有很多應用 因為我現在做的事情 是正常的細胞 細胞分化 那如果說把不正常的細胞 所謂不正常的細胞 是什麼 癌症細胞 把癌症細胞看成是 Weddington Landscape 裡頭的其中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細胞它走歪路 那所以我們以往 過往的這個 癌症的治療方法是化療 也就是用化學藥物去把 那個走歪路的細胞把它殺掉 那我們是不是有辦法去 換一條路 因為化療它的 副作用非常強 所以說它也會殺到 我們細胞 我們身體裡頭的正常細胞 那所以說我們去 把 我們換一條路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 把那個細胞 設法引導它 分化回來 那這個技術的話 現在其實世界上有人在做 叫Cell Reprogramming 也就是把細胞看成是 就是Program 我是不是可以 Reprogram它 我可以把它的 這個細胞分化的程序 把它改寫 然後讓它走回來 那其實在瑞士 瑞士有 有他們的研究團隊有成功 做出的 大概也是一兩年前 一兩年前 他們有成功的去把 小鼠身上的 癌細胞 轉成無害的脂肪細胞 但是那個就是Single Case 它沒有辦法把同樣的手法 Apply到其他的癌症身上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 Wedding Tensenscape這個Model 當成是這個技術背後的理論背景 就是用這個模型當成是它的一個理論背景 然後告訴他們說 就是好 你們用什麼樣的 這個因子丟下去 那我可以讓它Reprogram回來 所以大概是這樣 好 這個大概就是我博士班做的事情 好 結束 接下來是你們是不是